那我们修行 华严谨讲菩萨的谓词 五色 一个 五色一个界级 像杜树一样 一年级二年级 那他分 是心 好比小学 一年级到十年级 那是诸 好比是中学 是行 好比是高中 是徽相 好比是大学 是地 好比是研究所 但觉 是波斯文 毕业了 就成佛了 最高的这八地 八地是在十地里头的 第八地 距离成佛很接近了 这个时候才真正看到 整个宇宙的真相 有人看到吗 有 惠南大师就看到 他讲的那五句话 就是真相 你看第一个是清净 本自清净 啊 所有一切项 都是清净的 你说他有没有 不能说他有 不能说他没有 你说他没有 他有 你说他有 就没有了 啊 你看看 一秒钟 神灭 多少次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 所以佛经常讲 不神不灭 就是说这个 四十真相 你不能说他神了 你说神他没有了 你说他没有 他有 啊 这个是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了解之后 你的人生宇宙观 想法看法 自然就转变了 变得什么 非常正确 那是智慧 那你不会生烦恼 烦恼是什么 烦恼是贪注 你看眼见色 喜欢了 就想得到 不喜欢的 就想到他原理 这都叫烦恼 生烦恼啊 知道这真相之后啊 如如不动啊 不是烦恼啊 他没障碍啊 障碍是我们自己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产生的障碍 对于一切境界 严禁似耳闻声 鼻袖像 学长卫 都是如如不动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叫 妙啊 妙行啊 所以妙行什么人有 圆满的妙行 拔地一上 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 如如不动 为什么 知道外面境界是假的 这个根深也是假的 同一个频率上 是灭的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不能说有 不能说没有 说有错了 说无也错了 有无毒不可等 所以 这些正德的人 他们是什么态度 他们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叫妙行 阿罗汉 跟六道众生比 他是妙行 但是跟上面比 不行 他比不上 阿罗汉 没有执着 但是 他有分别 他有起心 动念 再往上去 菩萨 菩萨 就没有分别了 到佛呢 佛是不起心 不动念 菩萨 还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执着 烦恼 轻啊 阿罗汉 不执着 比六道 反复 烦恼 就轻了 他不执着 他没有战友 的念头 无果了 没有对立的念头 这边界没有了 不跟一切人对立 不跟一切事对立 不跟天地万物对立 不对立 不对立 也如 知道呢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就不对立了 我们面孔上 有言而必先 言而必先 都不对立 为什么 他知道是一体 他不对立 什么时候 我们知道 整个宇宙跟我自己一体 这就很幸福 很自在了 生智慧 不生烦恼 最低的层次 是阿罗汉 阿罗汉得到了 这叫利苦的路 这叫佛法真实利 真实智慧 真实之际 阿罗汉 真得了一点边缘 还没有达到中心地区 中心地区 把地才达到核心地区 圆满就叫成佛 所以成佛 不是说 这个宇宙一切 我都得到了 是得到了 怎么会事情 本来有的 不是得来的 现在是做真话是失掉了 没有得来 本有的 有什么得来 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现在失掉了 怎么失掉了 你一生 不是真的失掉了 我们迷了 迷了自信 自信 本具的功德 和智慧的能 都不能兴起 那六根还有一点点光明 你还能见能听 能闻能嗅 但是 反应的全是烦恼吸气 这叫博妙了 这叫博妙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我 你 我 。 感谢观看